炎炎夏日少不了开冷气降温 但大陆有消费者 从网络二手平台买回家的冷气机 噪音大 能耗大 冷气效果差 使用时还有刺鼻味 央视记者接获投诉 前往江苏南京最大的二手家电交易市场 相较于动辄上万新台币的全新机种 这种二手空调只要五六千就买得到 老板还向记者推销一种更便宜的款式 用化学清洁剂漂白过就像新的一样 业者透露这种漂白过的机器 其实都使用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 业者会重新贴上能效标示和生产日期的假标签 再卖给下游通路问要试听 记者进一步发现 这处二手空调的造假一条街 还有专门从事翻新的店家 但他们使用的橱黄剂含有大量二氧化钛 被世卫组织列为致癌物 另外一种被称为敌尘的药剂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麻醉作用 甚至导致使用者抽搐昏迷或慢性中毒 大陆正在积极推动家电已旧换新 不过回收机制和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 防范废弃家电违法翻修 伤害环境和消费者权益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